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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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方塊移開的時候電路就會斷掉 那這個要把它做成雙開關很簡單 就只要把電路接到上面這個紅石就好 就只是這樣子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把電路接到剛剛的那個自動門 這樣子 然後我們先來看 我按這個 它就開了 我按這個 它就關了 我按這個 它還是會開 按這個 它就關了 沒錯這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雙開關 那接下來比較 比較少人知道的 也不是比較少人知道 比較少會用到的是拉桿 拉桿的雙開關 會複雜一點 不過也沒有很複雜 很難說 我先教大家怎麼做 呃 一個中繼器 一個方塊 一個中繼器 然後這邊插一個火把 它火把旁邊也放一個中繼器 然後 再 這邊放一個 火塞 這邊放一個方塊 然後這邊也放一個方塊 然後把紅石接到這個方塊這裡 讓這個 這個火把拉開的時候 可以 呃不是火把 這個拉桿拉開的時候 這個 火塞可以推出去 OK 現在 就 完成啦 那我們 你可以先 測試一下 呃 這樣好 我們拉 拉這個拉桿的時候 它會打開 然後放開它會關起來 拉 打開它會關起來 那拉這個拉桿之後 然後再拉這個 它又關起來 拉 打開 不亮起來 反正就是 有動作它就會關起來 對 你只要其中一邊有動作它就會 呃 關起來或打開 那這個的原理就是 呃 當它現在 兩個都 兩個都是 呃沒有 沒有通電的情況 它是按的 那我今天拉這個 它是一個簡單的電路 也就是 它把 呃 它把能量 藉由中繼器傳傳傳 方塊是可以導電的 然後 就這樣 可以直接接過來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那 當我把 這個拉下來的時候 它不會通電 是因為 這個能量 把這個方塊 充燃了 所以這個方塊上面的火把 是會熄滅的 那 火把 呃 並沒有輸入能量到這個中繼器 所以這個電路基本上就斷掉了 然後 阿爸走開啦 連我教學都要煩我 好然後就是 當我在把這個拉起來的時候 它又打開了 原因就是因為剛剛這個 呃 中繼器沒有再提供能量給這個方塊 所以這個火把又再亮起來 當它亮起來就會傳送能量到這個方塊 然後藉由 呃 通電到這一條紅石 對 然後就是 不是這麼簡單 好 基本上 這個也可以就是用在 剛剛這個 這個上面 把它接起來 然後因為紅石的長度 只有15個內容效 所以中間記得要放一個中繼器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來做一個 開關的自動門 你可以走過去拉拉桿 然後你忘記拉回來沒關係 因為就是它是可以一開一關一開一關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教學就到這裡囉 希望可以對你有幫助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好我想粉絲應該會想問說 欸 三格的 三格高的要怎麼做 那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只要在上面 加火塞 加火塞 加 欸 然後在這邊加一個 紅石 這邊也加一個 紅石 那這時候它就是三個等 因為這個方塊充能了 所以它上面的紅石也會 也會被充電 然後這個時候它就變三格高的啦 耶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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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